这个男人是个顶级海王 他交往过的女友 能从首尔一直排到汗场 现在他又将魔爪伸向了这个乖乖女 此时的乖乖女却全然不知 还傻乎乎地以为爱情即将来临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擦出火花之时 男人的魅力又吸引到了 一个按摩的小姐姐 看着小姐姐想借着借华子的机会 搭讪自己的爱人 从不抽华子的素席 竟抢过华子直接含在了嘴里 就这样 素希用自己痛苦的咳嗽 守住了自己的爱情 可想守住这个顶级海王哪有这么简单 很快 当素希上厕所回来时 他就发现男孩不仅神奇地留下了 刚才那位小姐姐的电话 更是直接和小姐姐打起了暧昧电话 就这样 素希刚幻想的美好爱情 就这么被扑灭了 可有时你也原来了 你想躲都躲不了 就当素希好不容易难受了几天 已经开始不再想海王之时 一次偶然的聚餐 却又让他遇到了这个海 然而让素希万万都没有想到是 原本以为会很尴尬的聚餐 却在海王调节下 变得有趣起来 看着海王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 和无时无刻的媚眼 素希瞬间忘记之前的事 可就在素希正享受着 海王对他独宠的幸福之时 海王和服务员之间暧昧的小动作 瞬间又让素希回归现实 他这才意识到 这个男人跟谁都是这样 于是 失望的素希 借着尿顿的机会准备开溜 可他的小心思 哪里逃得过海王的眼睛 很快 海王便找到了素希 并且大气地主动表示 要请素希吃韩国人 都吃不起的哈根达斯 果然 吃到哈根达斯的素希 开心不已 整个人都变成傻哈哈了 一个晚上都在盯着聚会群看 生怕错过一条海王的消息 让我找到你就从哪里 自己 小动作